你们心不辛苦这样练习 他们说不辛苦 因为这个现在受限于这个负物端 但是我们会保留一个正常版本 今年我们从整个结构 和节目的编排上要有所创新 然后另外从园类的节目 和歌舞类的节目 我都强调创新型 我觉得春晚它就是大年三十 作为陪伴大家一个最好的礼物 都看了都觉得这春晚好看 好听好笑 一家围在一块能添点乐趣就行 很多穿着这个小肌形状的小朋友 在后播当中 其实就像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 我连线当中所说的那样 越是接近这个彩排 那我也准备蛮久的 因为跟他们彩排 还要教他们一些手势 还要重新录音 重新混音 你说难嘛 也不难 你说不难也蛮难的 其实很谢谢节目组 幕后工作人员 帮我安排这么多大学生一起 我感觉这个演员的状态 其实越是紧张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也会这个好奇 这仅仅是采帮的 对家人来讲 就是很抱歉吧 就是希望他们体谅我 每年都不跟他们一起过 但是我们永远是 过节是最忙 所以对我来讲 对家人好呢 每天都是过年 连线前的几分钟啊 我看到有很多穿着 各种